嗨大家好 这里是雕龙小记 这是我当站长大行年系列第七个视频 怎样优化宝塔面板 提高wordpress安全性 相比前面几期非常硬核的视频来说 这期视频很轻松 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 我们在使用wordpress宝塔面板过程中 提前做好一些必要的安全优化措施 还是很不错的 修改wordpress后台登录地址 默认的wordpress后台登录地址是wp-admin 只要你没修改 所有的人登录地址都是这一个 这里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插件来修改这个后台登录地址 现在这个插件我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来试试它 它的使用很简单 第一个位置输入你想修改以后的登录位置 比如我将它修改成mylogin 然后再加个s 这样以后就用这个新的登录地址登录 如果有人输入老的默认登录地址 wp-admin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是可以控制这种情况的显示 比如现在是404 我来将它修改一下 以前看到有人故意放了一张打模糊点秋香中的如花照片 放在这里坑人 我这里就不这样做了 我这里一张图片可以先看一下 等会如果有人输入老的默认登录地址 我会让它显示这张图片 先将这张图片上传 然后建一个页面 将这张图片插入进去 链接就用mdzz吧 发布 再来这里设置 这里改成mdzz 这里改成我开始说好的mylogin 加个s保存 现在注销 再来刷新一下缓存 先试一下我们修改成以后的登录地址 mylogin s 好这是对的 现在已经来到登录界面了 再试一下以前老的登录地址 是这个wp盖admin 确实显示的是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页面 差不多这个插件就是这个效果 和前面一样 阿里云默认安装的数据库名称都是一样的 甚至如果你没修改的话 所有人的表和字段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现在这个网站的数据库 这是数据库名称 这是表 按道理没修改的话 应该是wp开头 然后所有都是wp开头 但是因为前面我安装网站时修改了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0715 表前缀 随便修改一下吧 我前面修改成wqp 所以现在这些表都是wqp开头 所以如果你的网站如果还没有搭建完成 在安装时修改就全部都修改了 如果你的网站已经安装完成 推荐使用这个插件来安装 前面那个插件我试了一下 发现要自己写sqp语句才能修改 这个插件用起来稍微简单一点 插件我已经安装好了 界面全是因为如果有点看不懂 可以先翻译成中文 它这里也写了 修改表前锥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sqp注入攻击 我现在的表前锥是这个 如果我不自定义的话 它会随机给我生成一个标签罪 然后它这里有个警告很重要 一定要备份数据库 我们在外部操纵数据库时 一定要记得备份 然后确保这个文件是可读模式 现在这个文件的权限是666 如果你不知道它现在是否是符合可读模式的 将它权限改成777 等会再改回去 我不使用随机的吧 我来自己改一下 现在是WQP 我改成WWW吧 然后更改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在这个可识画面板中 可以看到表名称确实已经变了 但是没怎么改好 再来修改一下 再一个打滑线 修改 刷新 好的 这下对了 再来将文件权限改回去 好的 这一步完成 修改远程访问端口 5997 更改 确定 刷新一下 如果你使用的服务器有安全组 记得配置一下 将刚才修改的端口 配置好安全组 再来修改一下 宝塔面板的默认访问端口 默认是8888 这里最好也修改一下 宝塔面板也给了我们提示 为了一个安全 最好修改一下别名 端口用户名和密码 这是别名 这是端口 用户名和密码 这些都是可以修改的 最好也修改一下 开启流量限制 主要是为了防止恶意爬虫 和流量攻击 导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案 在网站 设置 流量限制 一般网站如果访问量不是很大 每天的IP1-2000 推荐使用论能和博客 这个方案就可以了 下面还可以设置具体的参数 并发限制 限制最大的并发数 300的并发太大了 一般的网站 每天的访问量都没有300 何况并发 我这里将最大的并发数改成50 已经足够用了 单个IP的最大并发数 一般我觉得2050太多了 一般我会将它设成5-10 这里我改成8 流量限制不改它 然后启用流量控制 保存 定期释放内存 宝塔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内存过高 特别是在一些服务器配置不好的情况下 很容易达到百分之90 虽然会慢慢的降下来 但是还是最好手动来释放它 建议添加一个定时任务 在计划任务中 选择释放内存 然后每天晚上来执行 他这里也给了提示 建议每天在半夜执行 这里选择每天3点30分 添加任务 备份应该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操作了 宝塔有两种备份任务 备份网站和备份数据库 我一般会在宝塔自动来备份数据库 手动来备份网站 当然我的习惯不一定适合你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我的博客网站 读片实在太多了 让宝塔以定时任务的形式来备份网站 我担心会出现一些不可控制的情况 所以一般我会看着自己手动来备份 我来演示一遍我的备份流程 添加备份数据库的任务 一般我会每个星期持行一次 就备份的服务器吧 添加任务 现在本地的数据库是没有备份的 我现在来将这个计划任务 持行一遍 备份一次 持行 查看日志 已经备份成功了 在这个位置 数据库 已经有备份了 这是我们刚才的备份 然后将它下载下来 再自己来备份网站 选择文件 来到网站的根目录 然后全选 压缩 好的 已经压缩完成了 是这个文件 将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成以后 将这两个文件放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网站所有的备份 然后他们两个的时间线也是一样的 下载完成以后 记得删除这个压缩包 一定要记得删除这个压缩包 OK 这就是我的备份流程 反正备份的方案各种各样 选择自己适合的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整个视频内容 这是我为网站做的几条防复优化安全加固的计条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你有用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会持续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技巧 好的 拜拜 这里是雕龙小记